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有营养的补钙菜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经常缺钙的 骨质疏松流失的 身体容易发生骨折 腰膝酸软腿脚疼痛 浑身不舒服 这些情况都可以经常地吃 可以很好的强壮身体增强钙质 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营养非常的丰富 钙含量比较充足 比其大鱼大肉还要有营养 今天就把这道菜详细方法分享给大家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来准备山药 铁棍山药更有营养的 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老年人骨钙容易流失 我们摄取足够的钙和其他的营养素 是比较重要的经常吃山药 不仅能够帮助孩子补钙 还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补钙的 营养物质丰富 还能够健脾养胃 吃山药有助于补钙增加骨骼的健康 牙齿肌肉健康重要的矿物质 老年朋友们在缺钙的道路上 容易发生身体脆弱骨钙流失 这个期间我们吃山药 山药有丰富的钙质 其他的矿物质每100 山药中钙含量约为80毫克 比很多的蔬菜水果中钙含量都要高 而且山药富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素能够为孩子提供营养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特别丰富的能量 吃山药可以增强钙质 增加身体的抵抗能力 研究表明了 长期吃山药能够给好的增加钙质 提高骨密度和骨质量 降低骨折的风险 而且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既能够入药也可以当作一种食材 吃山药可以健脾养胃滋补身体 对人体的消化吸收特别的有帮助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 是非常丰富的食物 准备一颗新鲜的胡萝卜 胡萝卜特别的嫩 不需要去除外皮 如果胡萝卜皮比较老 我们可以去除胡萝卜皮 胡萝卜含有胡萝卜素 含有大量的钙 而且胡萝卜不含草酸 更有利于人体的钙吸收的 所以胡萝卜是不钙的佳品 研究发现了 胡波萝卜的钙含量比白萝卜高 百分之二十六倍 比青萝卜高百分之八倍 胡萝卜更重要的钙含量 比其的蔬菜高 钙含量比其他的蔬菜高 很多的研究发现 人体许多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 还能够构成于记忆力核酸与蛋白质 必要不可缺少的元素 产生抗体提高人体的有明显的关系 胡萝卜素转变成维生素R 有助于增强免疫能力 在预防细胞癌变的过程中 有重要的作用 胡萝卜中的木质素 能够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破坏癌细胞 能够减轻癌细胞病人的化疗反应 对多种器官有特别好的辅助作用 营养特别的丰富 木耳性胃肝 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佳品 营养特别的丰富 可以补气补中强壮身体 滋补活血止痛 木耳可以降脂的作用 还有很多营养元素 比方说健脑抑制 对高血压 高血糖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木耳含有的铁很高的 缺铁性贫血的人可以吃木耳 补充铁的钙含量特别的丰富 临床上比其他的食物都高出很多倍的钙 如果有骨质疏松关节疼痛的 也可以吃木耳或者是凉拌吃炒菜都不错 木耳有化石的作用 如果有胆结石 肾结石都可以吃木耳 木耳看似不起眼 但是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木耳营养很丰富的 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物 在准备鸡蛋 把鸡蛋打散 打至鸡蛋液特别的细腻顺滑 鸡蛋含有特别丰富的钙质 对于补钙油很好的作用的 鸡蛋的钙含量特别的多 我们吃鸡蛋可以很好的补充钙质 效果特别的明显 搭配着牛奶 其他的食物一起吃钙含比较丰富 钙是人体必要的营养素 是人体骨落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人体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儿童缺钙可能会出现发育迟钝 经形倒汗的情况 青少女缺钙容易抽筋身体疼痛 老年人缺钙呢 容易出现鸵背腿抽筋 腰腿疼痛的情况 特别是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生活中可以吃含钙量高的食物 虾皮、牛奶、豆腐肝、花生 芝麻这些食物钙含量都比较多 能够很好的补充钙质 一般的情况 食物能够满足人体对钙的需求的 这样能够很好的补充钙质的 每天吃一到两颗就可以营养丰富口感好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的 准备青红辣椒 辣椒不是很辣 但是营养特别的高的 吃辣椒能够起到补钙的效果 但是呢不要多吃 因为辣椒 属于辛辣刺激的食物 可能会对肠道产生刺激导致胃痛 胃部灼热的情况 但是这种甜椒还是不错的 又补辣钙含量又比较多 可以吃一些辣椒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R等营养成分 吃辣椒有利于补充营养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钙质 辣椒中的钙含量比较多 所以补钙的时候我们吃辣椒 可以很好地补充钙质 我们平时凉拌菜或者烹饪菜肴 放入辣椒既能够开胃又可以下饭 还能够补充营养是一种 非常好的食物的营养高 辣椒的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香辣开胃无论我们怎么吃 都很好吃的辣椒 锅里面油热辣 我们把打好的蛋液倒入锅里面 用筷子搅拌搅拌 大块大块 大块的鸡蛋吃得比较香 鸡蛋尽量老内式中口感好 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内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 盛入碗中备用就可以了 锅热加入油 下入蒜片爆香 胡萝卜 木耳 山药炒一炒 炒出香味 再把青红椒加进来 翻炒均匀 鸡蛋块加进来 调味加入一勺盐 来点生抽就可以了 大火炒香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视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试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炒好就可以关火了 营养好吃又美味的木耳鸡蛋做好了 味道很鲜 加入的食材比较少 只放了盐和生抽 特别的健康 老年朋友们经常吃一吃 可以很好地补钙 木耳鸡蛋胡萝卜 都是含钙量高的食物 经常吃营养丰富好吸收 口感特别的好 可以强壮身体 增强身体的钙质 天气慢慢凉了 抵抗力会下降 吃蛋类的钙质的食物 能给身体增加能量的 冬天也不怕冷 做法又简单地容易消化吸收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了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人生不容易 人生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拥有健康才是活着的源泉 更是人生的不动产 幸福开心的最大资本 感谢大家